而当然每到清明节很多民众就要上山扫墓 不过呢很多人会觉得墓区里头冷冰冰阴森森的 为了让民众不再有这样的印象 国军五指山公墓很特别的 在今年首度在墓区放音乐 而且还特地挑选了邓丽君的经典代表作 在夜幕飘渺了这个山上 竟然还能够听到邓丽君的歌声 不知道人以为这里是阳明山的一些游乐区 但是其实这里是国军的五指山示范公墓 国军某啊某又有新花样 在清明扫墓期间 国语老哥天天放送 五指山听小邓很有feel 后备司令部精选邓丽君代表作梅花海韻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只在乎你 但愿人长久千言万语从早播到晚 想办法要让国军公墓变公园 我们的民众都很感激 而且说 哎呀长官啊谢谢你们 我们我父亲生前最喜欢听邓丽君的歌 到五指山扫墓几十年下来都是安安静静的 第一次有歌曲伴随追思 好多民众很惊讶 换歌可以啦 对啊 不然以前也是大概是围在这边站在这边看来看去而已 很先生 我现在那个圆明公社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 不觉得吗 哈哈哈哈 当然还是有一些那种 邓丽君的老哥啊什么的啊 有啦 很热闹好像回到严谷时代 不管是给家属听 还是给仙人听 在严肃的墓园里 放歌调剂 军方也算自我